三分游新加坡 睡你妈的 起来嗨 中国旅行者可申请14天个人签证 国内多地有直飞航班 完美旅行 机场也要美好到不行 新加坡张仪机场 作为亚洲最好买的机场之一 免费化妆品 奢侈品 逛道娇软 请保护好你美丽的大长腿 先避开人山人海的市中心 直奔动物园吧 这里崇尚自然 没有牢笼 小心转角遇到大老虎 前往最具特色的 夜间野生动物园探险 月色摇晃树荫 穿梭在热带雨林 五级芝麻自然保护区 麦里之水库 可徒步或野餐 但要小心猴子的第三只手 继续向南 不要惊讶于街道间突然想起的宝莱坞Music 印度族群聚集地 小印度犹如印度的缩影 买件沙利 美美地继续新加坡之旅吧 单身妹子 注意避开周末晚上 男人聚会时间 安全第一 咱一个有文化有素子的人 去博物馆是必须的 拥有二十多万棵珍稀植物的海湾花园 曾赢得二零一二年世界最佳建筑奖 附近高档场所林立 每一个门都时髦到飞起 特别上进的马里安曼兴都庙 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 传说这里的神明有妙手回春的能力 佛亚色龙花院如何曼陀罗与大唐风格 内部装饰也出奇的奢华 繁复混搭的巴巴住宅 跟亲爹干爹都没什么关系 本地马来人和华人通婚的口袋 男生称巴巴 女生称娘惹 记得这里需预约参观 旅程过半还没买首半 乌鞋路能满足你所有的购物需求 从古董艺术品到奢侈品 无所不由 预算不够 吃吃地道美食也是极好的 眼看就要shopping到适去理智 赶快来花坡山公园 俯瞰新加坡 找回内心的平静 这里是南部山景游览走道的起点 搭身缆车去到申陶沙岛 登陆环球影城 和背景镜刚来自亲力接触吧 作为赤道国家 新加坡全年气候 可总结为一个字 热 两个字 湿热 左手防晒 右手雨伞 无论你是户外 还是度假 都可以自由地玩爪了 买买买 不小心钱包见底 兑换点 随时助你 东山再起 绝大部分商场内 可以直接掏出银联卡结账 羞涩于自己的Tinglish 找个华人面孔 流利的中文 毫无压力 未经许会 未经许会